2024年1月21日 在北京举办的2023中国品牌节年度人物峰会 2023中国品牌人物500强名单 该名单的前十名分别为 任正非 华为创始人 王传福 比亚迪董事长 雷军 小米创始人 董事长 李舒福 吉利控股董事长 曹德旺 福耀集团董事长 张桂梅 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 游本昌 演员 董明珠 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宇慧 东方甄选合伙人 欧阳自远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023年度中国品牌人物前十名中有六位 是响当当的如人正非一样的企业家 一位是德高望重的老演员 一位是诗者人心的教师 一位是科学家 再就是身处第九位的董宇慧 榜单里唯一一个年轻人 90后 2023年话题度最高的一个年轻人 能与企业家名人楷模一期进入前十名 充分说明了社会极大众对董宇慧的认可 一年多以来 董宇慧受到了地方媒体 电视 一直到央媒 共青团等等媒体的喜爱和赞扬 一路走来 董宇慧始终初心不改 我们见证了他的付出和努力 以及迷茫和心酸 确实不容易 如今一次次荣耀加深 不仅是董宇慧被这个时代接受的象征 同样也是那些追求他的粉丝们 受到认可的象征 现在的董宇慧 不只是一个卖货狼 俨然成为一种社会符号 他改变了传统直播带货行尸的表达方式 已经具备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正向引导 他引领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潮 让全民重新对阅读产生了兴趣 让更多的孩子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让很多对生活灰心的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他的语录成了很多人的励志名言 人们能够从他的直播中学习到知识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 获得一份宁静的精神慰藉 董宇慧凭上中国品牌人物 最高兴的是谁 对了 最高兴的是赵母娘 在赵母娘的眼中 董宇慧就是千里马 千里骨